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到我看见彼岸 何思卫 桥顶少年 张布里 公路 朱建安 回收场的夏天 过来帮忙 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得奖的是 直到我看见彼岸 何思卫 本片凝聚着导演何思卫 对当下香港氛围的观察与记录 疫情解封 开学倒数 男孩的朋友即将远赴澳洲 两位素人孩童演员 在自然流动的生活碎片中 宣示出独属于孩童的恐惧与告别 成功地以童贞视角 带出大时代下的香港遗散潮 谢谢金马奖 谢谢各个阶段的评审 谢谢一起入围的四位导演 谢谢香港上岸潮 还有谢谢一直以来认识的很多优秀的创作者 还有老师 还有前辈 在我的团队里面 我是金苑最小的一个人 所以我想在这里多谢 和我一起完成这个作品的各位 因为他们 我不敢说这个是一个完美的作品 但是这个是我们努力的见证 所以我很想多谢他们 包括在台下和我来到台湾的朋友 和香港的各位伙伴 多谢你们 另外想多谢我的家人和我另一半 多谢你们包容我 莫名其妙的情绪起伏 和让我更相信自己 最后我觉得 在说跨不可免壮的日子 我希望我自己 还有生活在香港的每一位 都可以更勇敢 更坚强地 用自己的步伐 往前进 真诚记录 好好生活 然后就不要遗忘 对自己重要的一切 摄到我们的环境备用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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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